- 歡迎回來CIX美洲華爾街的美股高峰會單元 我是主持人LaNel 今天我們記得上週特別節目 跟上海的分析師孫老師來連線之後 今天的節目我們要來連線溫哥華 一樣我們的中文投資網的資深分析師 Liu黃Liu老師 Liu老師這次我們跟他特別連線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Liu老師你真的好厲害哦 加入我們的VIP石盤一個月以來 五次的交易 五次的喊單 全雷打全部都獲利 那我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今天早上有會員來跟我們 萬老師特別提到說Liu老師真的好棒 一級棒 那包括會員他跟的這個兩張單子都是獲利的狀況 Liu老師這兩張單子就是UWT跟UGAZ 那可以說怎麼會這麼厲害 先跟我們講一下 特別在去年底到今年 美股其實動盪很多 但是你怎麼樣可以精準的判斷 所有的喊單都是賺的 好其實跟各位投身講 其實股票沒有專家 只有雲家跟數家而已 那當初呢 我會在11月份 12月份會開說明會的時候呢 認為說高科技會往下做修正 這個就是有他原因跟理由的 然後呢在今年的12月底 我開始由空轉多 那主要呢就是在1月2號 各位如果不陌生的話呢 在中國公佈P&I的時候呢 從50.2到49.7 我的直覺就認為說 其實中國開始轉型 從製造業轉型到高科技 這是合理的 所以那天我已經standby 開始買股票了 就隔天1月3號 各位如果不陌生的話呢 Apple調降預測 從3月份就是他會說500 應該是809億 降到850億 740億 我的直覺就認為說 應該就是這個Apple CEO 他我覺得應該還是有救了 他會知道他公司有問題的 所以那一天我一人覺得 買進兩檔股票 第一檔的話呢已經出拖了 TQQ 當初買上的是點擊的 另外一檔股票我是後駐 我這個可能還沒有賣 我不能跟各位後駐 這股票的話也是幾塊買的 就隔天TQQ漲到38 我出獲利10%賣掉了 另外一檔股票呢 我直接後駐到現在 Right now應該有獲利 差不多2-30%了 這是第二檔股票 之後加買一檔叫UWT 當初在under9塊錢的時候 有買進 之後10.65塊的時候加碼 那一天在12.65塊的時候 全部出拖 應該有3-40%的 現在手邊還有另外一檔股票 我就先後駐 這後駐的話 那是目前獲利 我覺得目前都20-30% 但是這個 目前更不能跟各位後駐 講一下 對 是 所以 Leo老師你是因為蘋果的 調降的猜測之後 覺得說他後市還有可為 所以當時就是買下了 UWT 還有 AMD這些股票嗎 對對對 其實一般來講 其實我覺得 一般來講的話 你只要1月3號 你會預估第一期業績不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奇特的 因為你時間還沒過 那我覺得如果這樣子稀優 對於他本身公司的業績 有預估的話 那我覺得有救了 我覺得Apple應該是有機會 所以我很大能去買高科技的股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機會 嗯 是 所以反而是覺得這是高科技的一個機會 那Leo老師 目前還可以提到 像是 就是你有一檔股票 獲利的百分之50%出場了 是不是 這個非常強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就是我在禮拜四的時候呢 買一檔叫做 GUAZ的股票 他是跟CEO有關係 天然氣流有關係的 我買了40塊.5 當初很多投資人跟著買 是買39塊的 他就問我說 老師你為什麼會買這檔股票 而且你之前買 這個決定就漲 你是有什麼 有什麼退役功能 我說對不起 沒有任何投資 退役功能 完全是有一個技術面跟基本面 所以呢也很高興 在上禮拜六禮拜天 我們技術分析的課程 真的是爆滿 真是讓我意想不到的 然後緊接著 我可能因為去紐約 再開這技術分析的課程 其實股票呢 就是基本面跟技術面 沒有第三種的 也許我們有一次 剛好是被你蒙到的 還是用技術分析這些股票 就那張股票 到今天呢 獲利將去50% 我現在已經夠了 因為只有三天四年 禮拜四禮拜五 禮拜一那天天早上就獲利回途 給佛生一個很大很大的能力 從同樣的口袋上 所以六老師我真的也很好奇 真的是特異功能嗎 所以這邊來澄清的不是特異功能 基本面加上技術面 還有我覺得是經驗啦 經驗是不是 經驗非常重要跟判斷 應該跟年紀 跟年紀有關系啦 所以如果跟著您是吸取您整個經驗的這個精華 等於每天喝六老師雞湯這樣子在學習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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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跟VIP一些會員互動模式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VIP他們的會員想審的事情 他們需要審東西 我們就給他審東西這樣子 是是是 那六老師這邊要幫我們來預告一下 您在二月底還有三月初有一連串 美國美加拿大東西案的一個巡迴講座 對不對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二月二十三號會在紐約是不是 是 那之後三月初也會來到舊金山 還有回到你的主場地溫哥華來開講座 那這邊到時候主要講座會分享什麼東西 主要其實我當初跟各位投資人講說 其實一月份我是偏多德局 然後二月底的時候 各位如果陌生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在3月1號應該結束了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應該中美貿易戰 這個應該還有一個伏筆 我覺得中國跟美國兩方面會對於貿易戰 會提持樂觀的態度對待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股票 二月份可能稍微會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三四月份我覺得高科技是一個機會 尤其半導體 所以我這一次的說明會會跟各位解析說 三月初會有舊金山以及溫哥華一系列三場講座 在美中華爾街節目上今天是第一次獨家跟各位披露 Leo老師接下來的行程 那講座上呢 Leo老師也會針對2019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投資趨勢 為各位來做一個展望以及預測 ChineseFN.com 中華投資網一個賺錢的網站 大家好 我是散戶第一金分析師Liam 那我們公司之前參加了Lift CEO在溫哥華 舉辦的一個大麻投資峰會 那我們公司在現場也聽了很多嘉賓的發言 當然嘉賓們對於很多投資者關心的問題做出了解答 那現在我就跟大家來總結一下他們的觀點 那首先是很多大麻公司目前的財務指標並不是很好 他們金利潤都是負的 然後甚至有一些呢他們營業收入都很少 所以說就沒有辦法通過傳統的PE ratio去比較 那麼投資者在選擇大麻公司的時候要怎樣去挑選好的公司呢 那首先發言的是代表了一個機構投資者 他們目前管理的一個共同基金專門投資於大麻公司 他的觀點是如果個人投資者在選擇大麻公司的話呢 一方面可以選擇比較大的公司 因為大的公司資產負債表會比較好一點 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去了解公司的產品有什麼不同 不要僅僅只關注他們大麻的產量 還要看公司產品到底怎樣子 那這個機構投資人他們是更加關注於有產品的公司 比較少去關注只涉及種植的大麻種植商 而且呢還要去了解公司將如何實現盈亏平衡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計劃呀或者是策略等等 那第二位發言的嘉賓他是在投資銀行工作 對很多的大麻公司做過一些禁止的調查 他們在選擇公司的時候呢 就會更加的去關注管理層 看看管理層裡面有哪些人啊 他們之前的工作經歷是什麼 有沒有在農業啊或者種植方面的相關經驗等等 然後就是他們對於公司未來的發展 有什麼策略以及規劃 有沒有足夠的資金或者說是有很好的融資能力 來推進他們的計劃 那最後一位發言嘉賓他的觀點是 對於很多大麻公司 剛剛沒什麼剛剛起步 也沒什麼利潤沒多少收入 所以很難去估值 那這樣子我們就應該像挑選科技公司那樣去選公司 這樣子就需要看到管理層的背景 看看他們之前的從業歷史 有沒有很好的一個生育 職業道德是怎麼樣的 然後去看看公司執行力是什麼情況 到底能不能很好的執行 就是投資者需要盡量多的去做一些禁止調查 然後他們是會看公司的一些商業策略啊 然後還要分析市場的前景 然後以及市場前景的一個市場的一個規模 在這個市場當中有多少競爭對手 公司呢有什麼優勢可以去佔領市場的份額 具體到大麻行業的話就要看他們是做什麼的 需要把大麻公司做這些分類之後 再去具體的分析他們的市場情況 下周股票市場雖然將在周一 因為公共假期休市 但是也將迎來2018財年第四季度財報季的第二周 但是首先還是關注到經濟數據 雖然數據並不是很多 下周二上午10點將公布 2018年12月的現存房屋銷售數據 周三上午10點半照例關注到 上周原油庫存變化數據 周五上午8點半將公布的是 2018年12月的耐用品訂單數 而周五上午10點則關注到 去年12月的新無銷售數 下周的重頭戲放在財報市場 數百家公司將會公布 2018年第四季度財報 以及2018年年報 將會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 周二盤前強生公司將公布財報 而周二盤後 IBM將公布最新財報 周三盤前將公布財報的 是另外一家日用品公司寶捷 而周三盤後 汽車製造商福特也將公布最新財報 周四盤前 美國航空將公布財報 而周五盤後 我們關注到 芯片製造商英特爾的最新財報 那麼以上就是下周的美股預告 我是Laura 我們下周再見